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龄 对 年龄 当然不是说小孩子还是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中学开始就已经开始有喜欢的对象还是什么 可是 我对现在的年轻人 就像我看Joey这样子 她很年轻 可是我觉得她的想法是很成熟的想法 不是 就很成熟 然后对恋爱观也非常的踏实 所以我找她来创健康爱 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然后我希望可以带出给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说 你们年轻人谈恋爱也可以谈得非常的成熟踏实 如果我今天有了女朋友的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疼女朋友的人 当然我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的忙 可能时间上我没有办法给她太多 就是可能出去逛街啊 还是出去旅行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会照顾细节的人 我会在细节上跟生活上就是 尽量的去给予她多一点的关态 跟所有她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对我好就好了嘛 真的要很疼我很疼 因为其实我从小到现在我可以说我非常的幸运 因为身边很多人都很疼我很照顾我 那如果可以真的找到一位是能够非常的保护 我不顾一切会去为我去想 然后去已经有了很多的计划的 就是对于以后 就不是说现在我爱你 就只是现在的事情 就是至少对以后要有一些安排的 对可以有可以给到我安全感的 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那种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去哪里吃饭 那种 你不要弄我 其实我倒没有试过有女生到追我 可能我比较宅吧我觉得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在做音乐 然后我其实也不常出去和朋友出去聚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我认识的女生朋友其实也还蛮少的 对有的话也可能是工作上的一些伙伴而已 所以我觉得到追这件事情 我没有试过所以我不知道那感觉是怎么样子 可是 你希望会有这一种 你希望会有这一种生意 你希望会有这一种生意 至于希不希望女生到追 其实我没有这样子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顺其自然 我觉得是你的就是你的 如果 如果你的另一半 就会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话 无论是你追他也好 他追你也好 你们都会在一起 我自己从小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是很被动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真正主动过 对而且是非常的被动 所以我也不会想说接下来会希望自己是会变成怎么样 或者想太多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恋爱 也是顺其自然 因为人生真的有太多的位置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珍惜当下就好 我自己的话 我一向都是蛮 但是以后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我觉得 一定 我现在还没办法接受 就是结婚前线 因为就是要把最好的留给以后的另一半 要会陪你走一世的另一半 快点 我觉得我的想法其实跟Joey也是很像的 对 我觉得 结婚前有结婚前应该做的事 然后结婚后有结婚后应该做的事情 对 当然 像Joey说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对 所以 如果说 如果坚持要我说 怎么看待婚前性行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 要分得清楚结婚前有结婚前该做的事 然后结婚后有结婚后该做的事 就是这样子结婚后做的事情才会正规 你太好了 如果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最不能接受的分手原因 我觉得是 我说 我说不出来一个很specific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 如果 如果我女朋友对我有任何的意见跟要求的话 我都会尽可能去把她 把那个东西给修好 然后除非她 她今天告诉我的原因是比如说 情人节你怎么没送我话 我要跟你分手 那个我接受不到 对 我 我比较接受不到一些 不是很合理的理由 我觉得 我要配合回我写健康爱这首歌 对 但我决定要自己唱这首歌 然后要去选这首歌的女主角的时候 我当然是会在我脑海里面 想我最 我最向往的类型的女孩子来唱 然后我选择了Joy 其实 其实Joy 算是我喜欢的类型的女生 然后再加上相处之后 我觉得 很多方面其实我们都还蛮相似的 然后相处也很开心 其实我觉得理想对象 往往是很完美的 因为你会想说 你会想要她是这样子的 她是这样子的 但是人就是没有完美的嘛 所以我不会刻意去有太多的条件 以前小时候我会 就会设定说 这个男的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慢慢长大 我觉得感觉最重要 那我觉得跟她相处是蛮开心的 然后 我很欣赏有才华 有豐富 跟很认真的男生 我觉得这一点她都做得很好 再讲多一点 哈哈哈 爱要学着退让 拥抱彼此忧伤 爱情有时候不该 或再想想 心放在你心上 明白你的立场 想要是多余的伪装 这样却又能怎样 爱你就要爱得很健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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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温 聖 imagery 它 centur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